我是個水中攝影師 我要把這台最新的A7S3的相機 放到海底去拍片 我發現它有一個追蹤對焦的功能 對我們水中錄影是個麻煩 它把功能拿走了 現在舉例 比如說我現在是在Photo Mode 在拍照模式之下 現在是M模式 M模式就是要拍照 拍照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啟動自動追焦 一般到對焦功能裡面 下面有一個 最下面有一個小按鈕 下面有一個小按鈕 這個icom的功能 追蹤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打開之後就OK 然後你要追蹤的話 就半按快門 半按快門 追蹤到了 我畫面不管怎麼移動 我移動 它還是追蹤的還不錯 它還是上下移動 畫面 物體在水中 好這是拍照 那現在的話我要切換到錄影 因為買這台機器的人都是要錄影 買這台機器的人都是要錄影 所以我現在要切到錄影模式之下 好錄影模式之下之後 我們一樣在追蹤 這裡 的對焦區域 我們切到最下面 你會發現 它沒有剛剛拍到的那個 那個模式 對焦區域的那個模式 沒有 不見了 好 那再來 我們回來之後 我如果要追蹤呢 你沒辦法追蹤 你半按快門沒辦法追蹤 你只能用手動對焦 OK 對焦按下去之後 它又追蹤的不錯 它只能用手動去觸控 可是手動觸控的時候 這個對我們水中錄影的來講 你把相機放到潛水殼裡面 你的螢幕是碰不到的 你無法去碰觸到它這個螢幕 那你又沒辦法從右邊的按鍵裡面 去把它按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很大的麻煩 那麼 Sony公司他們在設計這個時候 可能沒有想到說 應該要 把這個功能 應該原本的功能 不可以拿掉 用觸控的 用按鍵 用按鍵 就能夠把追蹤的功能 把它叫出來 所以 這個我希望他們Sony公司 在下一次任體升級的時候 應該把這個功能 把它重新再叫出來才對 現在這樣子沒辦法追蹤 你沒辦法追蹤 錄影的功能之下 沒辦法追蹤 好 我現在錄影 它沒辦法追蹤 你只能用去 用觸碰觸碰的 觸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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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有了 可是在海底是沒辦法觸碰螢幕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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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